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马老师 今天会和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Teachable Machine 在里面我们可以去 令到网站里面去认识一下不同的东西 训练它,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形 我们在Chrome那里 打回Teachable Machine 进来你就会看到 Teachable Machine 它会有不同的介绍 例如它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训练它 第一个可以用图片 第二个可以用声音 第三个可以用身体的动作去形成 基本上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你会输入什么叫正确的身体动作 正确的声音 或者一个不同的分数 或者一个不同的次序 例如现在这个图画 一个名称叫做人加狗 然后可能第二个图画 只有它自己 每一个大约都可能是 进入不同的数字 进入不同的相片的数目 令到大家可以认识到 电脑可以认识到这个 我们一起试一下 来到这里的时候 Get Started 我们可以选三个的其中一个 例如我们原来是这个 我们可以去 Image Project 在这里我们可以 进入Standard Image Model 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试一下 进入三个不同的class 一个是1 一个是2 最后再加一个 叫做Nothing 那好吧 那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webcam 你就会看到它 可能会看到你 然后就可以按 开始了 例如1 我就用一只手指 我在这里 那我呢 hold the record 按住 mouse 就可以去做一些 认识 让电脑认识 我这个 就叫一只手指 好了 去到2 那我们呢 就 给电脑认识 原来这个 叫两只手指 那我们呢 都可以去 给它有些不同的角度 让电脑都可以看到 原来这样就叫两只手指 那然后呢 Nothing Nothing 就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手指的 那在这里呢 可能是一个 我普通的样子 那就是没有手指的时候 原来就是这样的 那我告诉电脑听 这三个情况 好了 那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 都进入了足够的数目 那我们呢 可以去做的 就是按train the model 那呢 我们呢 可以去训练那个模型 那么呢 这个的数目 相片的数目 或者相片的数目 都很影响 那个的数字 或者那个的准确度 那如果你只是 一两幅的时候 那只手指指 只要歪了一点点 电脑就可能认不到 那但是呢 如果是多一点的数目的时候 也都可以认到 你会看到有一格 没有东西 那就是告诉电脑 那这一格 其实是没有手指的 你不用去处理它 或者呢 这一格呢 可以让它都认得 嗯 这一格呢 叫做没有手指 好了 那通常都可能要几分钟 那这里呢 去到50 应该差不多完成了 好 完成了 我们试一下 拿手指出来看看 例如 现在呢 电脑好认得就是 我没有东西的 如果 拿一只手指出来 它都大约认到了 这个呢 原来叫一只手指 好了 这个呢 叫两只手指 你会留意到呢 原来我弄了一点点的 手指的样子呢 它都会有少少的奇怪 或者不同的 不准确 或者不肯定 是吗 这样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教它的时候 只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呢 是要 下线呢 我们应该要动 它弄了一点点的 手指的情况 那这个是一个教学的 短片 我就不做得这么精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按Explot Model Upload My Model Upload My Model 它呢 它呢 就会将那个 摄像图放上去网上高 放上去网上高 放上去网上高 之后呢 它会经过一轮的计算 然后呢 就会给一个 连结大家的 那这个连结呢 大家记得要去 save daily 因为这个连结呢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Model 是日后都可以用得上 如果不是呢 有机会大家就要连续过了 那我们呢 看到了 已经update 了 Model 搞定了 那我们再按Copy 按了Copy 按了Copy之后呢 你要找一个位置 save daily 例如你可以找一个 workmark 或者其他地方 去储存下 这一条的连结 再讲一次 这条连结 请你要记得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save daily 如果不是呢 你就要重新做怪怪 所有的内容 好了 那这条的连结 有什么用呢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去讲 今天呢 就来到这里 拜拜